最近的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日 北京时间是1点30 这个一个月马上快过去了 这一个月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么4月1日呢 大家也快到来了 4月1日迎接大家的呢 是非常多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呢 武汉肺炎让大家是非常关注 但是呢 最近沸沸扬扬的出了一大波的 从挺锅一直到开始 突然变脸砸锅的一些现象 那么今天我请我们的草根小哥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现象 草根小哥你好 尊敬的卡丽西女士 温普大哥大家好 那个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个昨天又请了一天假 不好意思 那个最近我发现了 战友们应该都发现了 有一个现象 就是伟类们呢 现在吹响了集结号了 这个我发现 最近这个什么天津大姐 天津大姐 庄略红 阴替 是不是 西斯潘林郑 对 跟那个叫什么 喂屎的 是吧 喂屎 喂屎 等于喝流量 我看 对 是的 还有细怒 喂屎 这等于是都接受这个 伟食 喂给他们的屎 是吧 没错 这其实这个事吧 这不新鲜 前一段这个潘林郑 跑到纽约是干什么来的 当时我们还有做节目 说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对 咱们当时就说 他们这肯定是要这个 要大会师了 倒霉大联盟了 大家看怎么样 这果然这是会师了 是不是 这个今天算是总结了吧 因为咱们之前一直在说 那时候很早了 当时潘林郑 基督派的时候 咱就说 要总结一个防骗手册 然后呢 今天我利用一些时间 然后总结了一下 其实这么多年了 战友们对于这个欺民贼伪类们 已经说 可以说的是非常熟悉了 对吧 战友们现在对这个欺民贼 都已经接种过各种各样的疫苗了 等于说 对的 假正屁的 一眼就看穿 对 对 已经就是有免疫系统了 这都大概啊 我就是看了一下 这个总结 什么搞假正屁的 假募捐的 是吧 假和尚 假牧师 什么假宗教的 假律师 伪民运 这个最近这刚又接种了 一个新的疫苗了 什么假反共 争反华的 是不是 这个反华病毒的这个毒头啊 阴体这马上也要被消灭掉了 是吧 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对 我想说最好能遣返回中国 对不对 他不是反华吧 让他回国好好去反华去 是不是 现在啊 这伪类们等于说 他再想去骗战友啊 那时候比登天还难了 是吧 再装下去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策略 就是说 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 集结起来 是倒霉大联盟 假装成受害者出来 做着一个联盟 但是他们想着 人多力量大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一窝端 对吧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今天呢 这个防骗手册 这个 我想就是 我这说的肯定是不完整 就要比较片面 如果说战友们有的话 可以来这个 帮我们完善这个防骗手册 这个可以来补充 这三年多来啊 有一个现象 这个大家都看到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砸锅 为啥这么多人砸锅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个我就姑且拿我的 所看到总结一下 好 这一年公开啊 揭露这个邪恶中共的恶行 让中共文风丧胆的 大家看到了 不是苏联 不是俄罗斯 也不是美国 竟然只是一个人 那就是郭文贵先生 这一点上战友们非常清楚 除了战友们清楚以外 还有谁最清楚呢 那一定是中南坑那里的 妖魔鬼怪了 对吧 他们恐怕比我们更清楚 不知道现在这个王副主席啊 有没有化作一缕这个尿骚味的这个臭烟啊 尿骚味的臭烟 问他的话啊 如果说他还活着的话 大家问他 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 郭先生啊 郭先生啊 等于说是以一己之力啊 冒着随时被暗杀的这个危险 生命的危险吧 他在中共蛰伏了 这等于是三十年啊 将近三十年吧 2017年的时候 他选择战船灭共 这个等于说是这三年来 损失了这个千亿的财产 这员工家人啊 被害的 被抓的啊 这多了去了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啊 战友们 这一点都不夸张 郭先生的老娘 大家都知道 生生被这个共产党给气死了 对 那个郭先生付出了这么多 他是为了什么 这个我们也知道 他是为了消灭中共 给这个十四亿中国人 等于说带来新的希望 2019年到现在 我们看到 除了这个中共这个 郭先生还在改变啊 这个世界政协力量的格局啊 不光是在灭共 对吧 还有改变政协力量的格局 这是一点一点 我们深入了解了啊 这等于说到2019年 下半年 一直到现在 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啊 原来就全世界有一些力量 他们是阻碍着这个 中共的改变的 对吧 让沉睡的啊 这个这个郭先生 等于让这些沉睡的 这些正义的 还有文明的力量 全都换醒了 一点在觉醒 对 但而且他最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我就说 就是说这个郭先生 这个搞爆料革命 灭共怎么样才能灭共呢 让那些本身不关心政治 与中共为伍的啊 这些人也能站出来灭共 我们就会硬 所以说我们现在明显的 看到有些装睡的 也都被打醒了啊 这不想灭共都不行了 是不是 全球自动灭共 谁不参与 谁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就等于是 对吧 但那些打着啊 就是那些 反共旗号的那些欺民贼 伪类们 他们是等于 带着肮脏的目的 使用各类的手段 利用这个 海外自由媒体 自由世界的媒体 等于说 现在这三年来 从来就没有尖断过的 在拼命的抹黑爆料革命 不遗余力的打压造谣 陷害文贵先生 还有爆料革命的真的战友 这些疯狂砸锅的欺民贼啊 这个反华的杂种们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个大家 不要看他们一个摇头晃脑的 一个要饭的 一个杂种样 是吧 我觉得他们太傻逼了 是吧 看不起他们 其实要说起来 他们真正的野心呢 他其实能吓我们一大跳 这个背后冒凉气 首先呢 我想把这几个 这些年对爆料革命 还有郭先生伤害的 分为几个群体吧 我给大家这个列一列 好 第一个群体呢 咱们都非常熟悉 咱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 只要从接触爆料革命开始 就有一个群体 对爆料革命的所有战友 那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啊 不好意思喝口水 这个群体的数量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可观了 对吧 我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知道了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五毛 对吧 中共啊 他一直以来 以一国之力 对付爆料革命 和这个郭先生啊 五毛啊 那自然的是 必不可少的存在 这是一个必选项 一定会用到的 那些全职五毛啊 等于说这个 之前都有很多这个 揭露的这个文章 还有帖子 还有证据证明 那些全职五毛啊 是在各省市啊 这个尤其各区啊 那个宣传部领工资的 这些五毛 这个在这个海外自媒体环境当中啊 他们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是掺沙子 对吧 带风向 混淆视听 哎 恶意重伤 对吧 你真反共 真灭共 你就恶意重伤你 还有一些呢 现在就是升级了 假借挺郭之名 风化战友 挑拨离间的 这误导 套取信息的 等等等等吧 这套取信息的 现在有很多啊 我不知道 战友们就遇到没有 很多就是来问我信息的 然后还有很多 挑拨的 说说告诉我 就私信告诉我 这谁谁 怎么这样说话啊 怎么怎么样 来搞这个了 现在这五毛等于升级了 估计他们这个 现在工资也得涨 我估计也得涨 他们这个很多啊 现在等于说 全是打着这挺郭的名义呢 都是现在 潜伏在爆料革命群体中 这五毛也在进化当中 这个之前呢 17年的时候 那五毛就直接就是 什么光贵骗子 什么这就是很直接这种 直来很硬的那种 去这个反爆料革命 这个之后发现不被接受 现在都是假借这个挺郭的名义 而爆料革命 潜伏起来 但是大家想啊 就这个群体 他们也在进化 只要中共不灭 他们这个群体 它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这个 中共可以说 咱们都知道 拨款巨资 打造这个什么灭包小组 十万人灭包小组 这群体越来越大 有人说什么 有的人是什么自干五啊 小粉红啊 我的经验是什么吧 自干五啊 它不会上推特的 请大家放心 小粉红他们不会上推特的 自干五 他们都是那个小粉红 他们都混那个微博百度贴吧的 那里等于是他们主场 海外自媒体其实是有主旋律的 没有这个反共是海外自媒体的主旋律 这个没有他们自干五小粉红的生存空间 有的啊全是职业五毛 大家放心全是职业的 没有说 所以说你跟他们去辩理啊 我看之前这个我发有关于inty的这个帖子 有一位战友啊 跟一个这个五毛啊 辩论了这个这一天一夜 我发现就像上百条 天哪 这个大家可千万没有必要 你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他们每一条都是领的工资的 你这边受着气回复他们 这等于成就了他们知道吧 对浪费精力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千万不要这样 他们都是专业的 嗯 然后呢 第二类呢 我这个把它归位为什么呢 第一类五毛吧 第二类我归位为 那个斯文败类 假学者 这是第二类 这个斯文败类啊 大家看看也不在少数啊 这个名字我就不一念了 非常多啊 是吧 他们都是以这个工资和学者啊 什么什么教授博士的形象出现 他们那个节目啊 也都做节目啊 别看一个个嘴巴掩斜的啊 夏季良为首的 还有什么 袁长峰 对吧 还有郭榜胜 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文招啊 对 他们这些节目 对对对 都是大部分是录播形式出现的 这些专家学者啊 都是自语为专家学者 你知道吧 然后经常那个 就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 去发表一些见解 这些见解呢 他们很巧妙的起到了 为中共洗地 还有混淆视听的作用 他们这都是这样 这些伟类啊 他们的共同点 这个斯文败类吧 不能叫伟类 这个伟类都清了 他们就是有一点 共同特点 大家注意一下就知道 从来不支持爆料革命 从来不提文贵先生 对 假装不知道 他们隶属于中共某个 我认为啊 他们都是隶属于中共某个盗国贼的马仔 手下的人 还不是盗国贼 盗国贼的马仔 手下的人 按照盗国贼的 他们就经常啊 按照盗国贼的风向 攻击政治对手 这个那叫顺水推舟 做一些这些事情 是吧 小骂大帮忙 说的就是这帮的斯文败类 假学者们 这个 大部分 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吧 就是我一说 大家就明白 基本上都是什么六四民运的 是吧 对 还有那个美国之音上面 那些嘴外眼邪的 什么破空 什么不平文章 没错 一大王准的 那老王八蛋 全都是这种嘴脸 这些货啊 那等于是靠吃六四血馒头为生 他们这个 非常享受这个 非常享受这个中共收买啊 还有利用他们 这个非常享受这种过程 他们 他们其实是一拳 非常阴险的王八 对 咱们之前说过 那个西 这些人 大家看着 哎呀 这太傻逼了 是吧 这臭腰饭的 一个个的嘴外眼邪的 其实啊 他们在笑话咱们傻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吧 他们想着 看着咱们太傻了 让你们灭共那么辛苦 那么危险 你们再使点劲 反正最后摘逃的还是我们 新中国未来的 领导班子 人家早在2018年的民运大会都订好了 摘逃大会都订好了 知道吗 是的 没有听之后 参与那个民运大会 对 这咱们之前都说过 参与那个民运大会的 各个 大家不要看 不要以貌取人了 人家各个都是开国援军 开国领袖 什么总书记啊 是不是 常委啊 外交部的位置 那全占满了 对不对 这没你们其他人什么事 共产党在的时候 他们赚维稳经费 数目绝对不小 我告诉大家 参考这个火鸡拱 这个大家知道 火鸡拱的故事都知道 这家这身家和千万美元了 对 那可不是个开玩笑 别看他弄个饺子馆 天天看见好吃的先打包 就跟没吃过似的 确实没吃过 不舍得花 对吧 但是他真有钱 这些老王八 大家别看平时 这个因为一毛钱分赃不均 他们能打起来 但是其实个个都是百万付出 共产党在的时候 他们能搂钱 这个共产党灭了 他们能摘一桃 哎呦 大家想想 这个如意算盘 那打咱们是噼里巴拉的响 就这样 咱们大家人都不知道 他们是觉得 咱们觉得他们傻逼 他们其实还笑话咱们呢 他们都不懂 他们觉得我们太傻了 不贪名不贪力 你天天在那腰喝着 这嗓子都哑了 你有什么用吗 到最后摘堂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类呢 就是说什么 这个假借反共致命 做海外维稳的 现在呢 这个全部归类为灭爆小组了 这帮人 本身是假反共致命 做海外维稳 现在就是 全部这个所有精力 放在这个 这个想要这个消灭 爆料革命上面 这些畜生呢 那就是 又是不投了 就戴着这个 伪善的虚伪的假面具 表面上打着反共的旗号 其实全都是国安灭爆小组 养的狗 他们的欺骗性 还有危害性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 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那就是分裂爆料革命 把刚刚接触 这个海外自媒体的 墙内的这个民众 这等于领到坑里 他们都是那种 直接拿国安灭爆小组 工资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砸锅 这个灭爆 那是工作 对不对 更是生意 对 他们现在通过疯狂的造谣 诋毁 还有谩骂郭先生 还有爆料革命战友 等于正取奖金 他们是 这些细节 咱们经常开玩笑说 骂那个谁谁谁 那就便宜他了 是不是 让他又去找这个灭爆领导 又领个红包 就是这个意思 对 而且我当时拿这个比喻细节 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比喻 没错 他可不是假的 所以说战友们 我们砸的伪类 他也不是随便砸的 你砸谁谁 你砸谁谁有钱赚 对不对 你发了推 就是还没说得两句 他立马截图 找领导打赏去了 这就是现实 这些畜生们的工作 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们按照灭爆小组的要求 还有指示 引导风向 统一口径 统一行动 带风向 混淆视听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了 这帮人 我说的是谁 大家也知道了 他们这个欺骗性 隐蔽性很强 如果没有爆料革命的话 很难揭开这些伪类的灭杀 对吧 这个像是先挺锅后砸锅的 这个说到这儿 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这帮人 对吧 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范围 什么明镜啊 郭宝胜啊 什么装恋红啊 这个鸡腿攀的 等等都是这个范围里面 对 就是干这个这行的 那么最后要说的 这个就是明的 对吧 那最后这一类呢 那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了 对吧 那这些人 他就是明着支持中共的 大家说白了是谁呢 就是像马云啦 对吧 吴征啦 这个什么杨岚啦 对吧 还有陈军啦 对 陈军啦 对吧 他们是属于这一类 是属于头目型的 这个像那个 这个吴征摇兰呢 就属于大头型的 对吧 他们又属于王岐山 盗国集团 蓝金黄的 这个西方沉默力量 那个跟他们是有直接接触的 这一类人 他们是非常有权力的 对 他们等于说是 这个西方蓝金黄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对 这是中共的这个 直接是中共代理人 特务头子 对 特务头子 我大概就是分为这个四类吧 谢谢 我先说在这里 好 感谢我们草根小哥 给我们战友们 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分类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分类上的 你们的对号入座 最近呢 这些迫不及待的这些欺民贼呢 开始一个个跳出来 为什么 因为没几天了吗 六四还有几十天的时间 所以他们领了任务以后 必须要表演 否则的话 这个钱就拿不到了嘛 所以最近非常的 就是外力看起来 好 我接下来请我们的文虎大哥 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消息 文虎大哥你好 那个卡迪西好 草根小哥好 全球各地的战友们好 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疫情吧 现在疫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美国已经破16万了 死亡超过3000 你们加拿大是超过4000了是吧 对 加拿大是蒙特利尔 就是魁省是比较严重的 OK 我想说一下亚洲 亚洲台湾已经超过300例了 而且都是最近是回国 回台湾的 回台湾一些民众 他们的所谓的输入性品力 伊朗41,000 南韩还不到19,600 土耳其92,000 以色列4300,000 日本26,000 这个包括钻石公主号712,000 马来西亚2600,巴基斯坦1600,太国1500,沙特1400,印尼1400,菲律宾1500 印度也破千了 所以说前几天印度封国了嘛 新加坡844 卡塔尔634 伊拉克547 巴零515 阿拉伯首长国是570 其他第500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就是欧洲 欧洲还是第一位是意大利 意大利已经破10101,700 西班牙85,000 德国63,000 法国4,000 英国19,000 瑞士14,000 荷兰11,000 比利时10,000,000 奥地利8,700 葡萄牙59,000 挪威4,300 瑞典37,000 捷克28,000 爱尔兰26,000 丹麦2500 波兰19,000 罗森岛19,000 罗维尼亚18,000 俄罗斯1500 俄罗斯数字也上来了 芬兰1200 希腊1100 冰岛102 罗维尼亚730 低于1000 我也就不跟大家说了 美洲 美国已经说了16万 加拿大 加拿大6000多了 6300 874,200 日理2100 俄罗多尔1900 巴拿马980 墨西哥990 墨西哥也突然上来了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一个小国家 对 阿根廷820 多米加859 密鲁 秘鲁 852 哥伦比亚702 乌拉圭304 OK 这第500 非洲是南非1200 埃及609 阿尔吉利亚511 摩洛哥516 突尼斯就310 以下就不跟你讲了 然后死亡病例呢 台湾只有5例 意大利已经超过1万亿了 哇 太严重了 对 现在基本上没有死角了 全世界各国应该都有了 对 除了南极吧 基本都有了 西班牙7300 伊朗2700 伊朗的数字还是不准确吧 美国突破3000了 所以说 我再差一分钟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法国2600 死亡病例 英国1200 荷兰864 德国540 比利是430 瑞士300 南韩是比较少的 还158 OK 那就数字简单跟大家汇报到这 现在呢 就是说疫情在欧洲和北美 还远远没达到所谓的拐点 刚才卡利西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4月1号马上就在眼前了 所以说这个疫情还是非常非常不乐观 而且川普总统已经 昨天是前天已经说了 就是本来他还是非常比较乐观的 说要到Easter 就是再过两周就要全国开工 实际上他也是现在已经也推延了 推延到4月底 这就像4月底远远不可能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纽约时报 它3月份 3月中旬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耽误了 就是白白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 它写的非常详细 实际上就是主要是美国的官僚 就是FDA和疾病控制中心 就是因为一个尸击盒 一个探针的失误 就拖一直拖 然后扯皮 就是白白耽误了一个月 这就是文贵先生也早就提出了 就是美国这种官僚 在全球国家都是一种通病 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 这种体制上的弊病 在疫情面前 确实是非常暴露了出来 就是说除了疫情这种羞母之外 这种官僚体制立马显现出来了 就是一点 还有就是疫情引起的经济上的动荡 就是引起的所谓的大萧条 不管在中国在全世界 都是非常显现出来了 尤其是在股市方面 股市是经济的现行指标嘛 虽然最近稳定了 有点回调 因为川普总统 包括各个国家都采取这种 无限制的QE宽松 就是说这种回调 可是文贵先生也已经预告给大家了 就是不管是疫情还是经济方面 最坏的时刻远远没有到来 所以大家还是要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先要保命吧 保命的基础上在想方设法的把财产也保护住 尤其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定要把财市要提出来 昨天有个消息说 美国有一家银行 就是财市都提不出来了 是在哪个州呢 就是在德州 德州那个叫什么银行 是小银行 不算小 前一阵因为出了个丑闻 还就是被罚款了 叫什么银行 我查一下 我明天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说在这方面一定要 我前两天我自己还提了一些看事出来 所以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在美国应该用信卡或者是银行卡 应该没任何问题吧 如果没有这个现金的话 现在是没问题 就料提从宽嘛 随着疫情不断的这个加剧 万一哪个环节出了一个错 或者银行它突然倒闭了 对吧 所以那些信卡没法用 或者是其他因素 包括我提现金的时候 就是在当地的两家的银行的办事处 它临时关门了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我没办法去医院附近里去提出钱 反正是现在疫情吧 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说 有两个病毒 一个是中共 一个是中共肺炎病毒 所以大家一定要各个方面一定要小心 包括刚才草棍小哥跟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 而且分为别类 有四种亚种的病毒 对吧 这种伪类 实际上也跟 多少天我跟大家也分享的也是 就是文贵先生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就是清除了这些伪类 伪民运 他们就是对国外的华人这种欺骗性特别强 特别强 对 包括我参加报纸革命之前我也看那些明镜 那些静报 你还看明镜 对啊 台湾的那些联合报 还有中时 后来也觉得奇怪 那么好像共产党办的报纸 对 说明他们的迷惑性很强的 对 他都给收买了嘛 包括那个CNN纽约时报 它都是这样的 那个2016年就是中共就通过华人公司 就是买单了这个CNN的全年广告 就花了多少美金 好像一亿美金还是一百万美金 这个数字 非常惊人 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大事天天有吧 所以说实话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每天都觉得和前一天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像今天美国的疫情一下一天增加了两万例 前几天觉得增加一万例都觉得非常离谱 太恐怖了 而且死亡已经突破三千了 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而且今天美国国防部也公布了一例现役军人得中共病毒死亡的 第一例是在美国的一个国民警卫队 他没公布详细的信息 只是说他入院一周之后就死亡了 所以大家千万小心 这个不是说你年轻 你身强力壮就怎么着 这个料地从宽千万小心 还有就是美军总感染数就是568例 包括两艘航空母舰 一个是罗斯福号 一个是里根号吧 都是在一个 一个在日本 一个是曾经停靠在越南的县港 后来现在在美国的关岛 全部水根都要测试 所以说中共这种松露恐怖袭击 已经证明第三次水液大战已经开始了 所谓的珍珠港第二吧 所以大家在这种怎么说呢 前无果仁后果来者的这个事件当中吧 一定要站稳脚跟 现在就是黎明的黑暗吧 是最黑暗的时刻 切切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的同时 提醒周围的亲友继续传播爆料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中共它为什么到现在 还这么富于顽抗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 所谓的独裁体制吧 就是从上到下一统到底 所以说他们这个效率上 会非常非常的快 可是呢 它这个造成的损害也会非常非常的快 第二呢它有14亿老百姓 作为这个韭菜也好 作为一个被搏去奴隶也好 被绑架 被绑架 怎么说呢 也是他们可以 怎么说 为所欲为吧 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让更多的百姓 更多的国内听证 知道真相 同时呢 要识别这些伟类们 尤其现在刚刚出来的这个叫什么 天津 天津 和老五 庄烈红和这个 天津 这个庄 英提扎 对 这个庄 他们现在 包括我今天我听的这个天津 这个老五婆 她说的非常非常 好像那种 嚣张 就是装的特别那个 好像非常气愤那样的 可是说着说着就露馅了 对 她就拼命朝这个法治基金上贴 说法治基金怎么着怎么着 法治基金要交一千美金才可以领这个郭战茂 郭服装 法治基金什么时候有这种规定呢 对吧 她瞎扯 对啊 对啊 她就是 而且她那些听证 就是 来电话 疫情全是 文虎大哥 能不能接一个热线呢 诶 你请 诶 您已接通 请说 诶 能听到吗 诶 能听到 您请说 诶 诶 你好 我没听错的话 是小丁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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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打断文虎大哥的那个说话 我给大家说几点 今天我们去那个我们的超市 我以为两个星期没出门了 今天去买点东西 然后就是现在 嗯 这个疫情对 美国这个影响 我这边了 才现 以往那些超市 大超市都是24小时营业 现在全改了 嗯 现在都是到晚上八九点就关门了 嗯 嗯 目前来说 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 现在都已经是战备状态 然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甚至比一次二次大战 对世界经济影响更大 因为往常热战的话 你人民都可以 都可以出门 都可以去工作 都可以去生产 战备物资 你现在 你出门都不敢说 你更何况 你去 去上班 你万一一个工厂 有人染上了 一个工厂就完了 所以现在对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 远远调除一战二战 另外就是 你现在如果是不灭共的话 共产党 他那个批事实际上是 你不知道他现在还在生产什么 别的病毒 他如果生产别的 比这个 目前这个病毒 中共病毒 还厉害的话 他百分之百是会放出来 是的 他放出来 他不就 本身这个病 现在这个病还治不住了 下一个更厉害了 那怎么办 那人 实际上人他真敢少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二 是的 所以说 现在是关键是 我们一定要去灭共 让所有世界领导人 都清醒了 来知道 这个病毒 是中共知道的 然后 中共是罪魁祸首 不灭共的话 他如果他能生产 如那种 让人变成僵尸的病毒 他第二天都会放出来 是 中共是极其邪恶 是的 他太邪恶了 我们有战友 就是询问您 前阵您的普通感冒 最后呢 就是非常担心 没问题 是吧 我们战友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都多少时间了 都将近一个月了 对 所以 我们注意战友 尽可放心 我们小郑哥们是没任何问题的 没有没有 没问题 谢谢大家 然后那个 庄烈弘 那个27号 他那个 我也看了 我从头到尾看过 太搞笑了 然后他把那个 后面他不有道歉吗 一个一个道歉 看起来就跟开追导会一样 跟清明贼道歉 他不是跟那几个伪类道歉 对 他说 不是开追导会 你再看 再怎么看 也是开追导会嘛 你 你后面有人 如果是战友 有谁会 会把那个 安岳做个背景 配过去了 那就开追导会了 太搞笑了 这家伙 这已经疯了 现在是见谁咬谁了 我把你 把你 乌鲁德 撒软的骂了 那 眼睛都不堪入目 不堪入耳 那那句话 我们不跟这些疯子计较 因为我们是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灭共 就是要传播真相 而且现在当务之急呢 是武汉肺炎 是由中共来传播的 而且到处放毒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战友的爆料的初衷 至于那些清明贼的表现 我们当然要打劫 而且我们要把他的所有的 这些丑陋 全揭示给我们的战友看 让我们战友们 全部认清他们的真正的面目 小郑周 对 对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 还是没有像文贵先生那样 得到什么情报 我们只能是跟着文贵先生的那种 跟着他的脚步 他做一个总的一个策划 然后我们就是打到下面了 尾泪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真相 把真相说出来 其实 其实文贵先生呢 他是没有任何人帮忙 他也是 没错 非常非常的就是 对于这个灭共呢 非常有信心 但是呢 我们是出于正义 因为我们爆料革命战友 我们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嘛 大家也没有任何的 对 都是因为 利益的关系都没有 我们正义的 出于正义的这种良知 和追求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个心意 所以我们才跟随公会先生 去去去去去有 发出这个正义之间 讲真话 嗯 然后把这些 把这个 共产党 他说 不让大家知道的信息 咱们 咱们是在互联网上发生 让大家尽量知道 是的 嗯 好 非常感谢您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其他没有了 好 谢谢 再见 哎 我们的小郑州 跟我们 来了热线 那个温慕大哥 对不起 打断您了 您继续 没有没有 刚才小郑 自然有讲的非常好 实际上这个 中共呢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两点是真的 一呢 就是他的假大空 恶是真的 对吧 第二呢 就是他这个病毒是真的 而且这个病毒是非常非常毒 他这个 包括最近那个叫石仲利是吧 他又出来放消息 嗯 说这个夏天来了这个病毒会随着蚊子来传染 我这从来没没听说过冠状病毒会通过蚊子来传染 成了蚊状病毒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小郑州这位参与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共他有这个武汉这个中共武汉肺炎病毒 他肯定也有别的生物武器 可以不是说他再生产 他已经已经储存了 可以这个合理推断 他肯定会有的 就跟他杀人 杀了一个人 他肯定会杀第二个人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说他手头 包括前一阵网上他有几张照片 就是说这个东北那个P4实验室 哎 我们又接了一个热线 不好意思 你请你请 哎 你接通 哎 你好你好 好像是豆豆 豆豆 哎 哎 你好 哎 我是豆豆 那个是我打个文虎大哥了 还是打个小哥了 文虎大哥就在说 您请 哎 刚才呢我刚从那个什么 嗯 刚听了一段那个 庄烈红跟维雷们的集结 集结大会 嗯 然后 真的鸡腿 然后呢 就是打电话 慰问了一下这个庄烈红 啊 然后啊 还有这个王流子 也是从昨天开始就开始给这个庄烈红打电话 啊 出谋划策 啊 还有啊 还有啊 亚当啊 很多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无名的那些 啊 也可能还有 有点名气 但是我我不太清楚 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啊 特务啊 鬼类啊之类的啊 都给他开始出主意了 嗯 然后今天早上呢 啊 他看到这个庄烈红搞了一个telegram 然后呢 集结了几百号人 嗯 开始啊 准备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 来搞这个文贵先生了 嗯 对 太龙了 嗯 嗯 对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画皮完全扯下来了 啊 现在呢 就是刚才呢 就是又 忙流子又开始 还是谁 我 我没太听清楚啊 有一个人呢 打电话过来说 就怀疑文贵先生收到了一千万 啊 然后我当时就心想 你真是贫穷限制了 你们的想象啊 嗯 咱们别说这个 这个好像被某某的这个女巫给说烂了 对 然后就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伟类啊 还有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特别开心这个庄烈红啊 开始开始这个啊 反文贵先生 因为庄烈红他是在文贵先生身边是时间是最长的 而我啊 啊 庄烈红当时啊 今天说了一句名言 就是他的名言 他说 虽然我出生于草根 但是啊 这个 我我我看他原原话怎么怎么说的哈 他这个原话说的是 虽然我出生于草根 但是我 我有这个一见封猴的本事 这是他的原话 嗯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大 反正是啊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这个特务伟类 啊 就现在是以他为中心 开始集结 啊 所有的人都已经汇聚到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开始 针对文贵先生 还有这个爆料革命 已经开始 新一轮的攻击 啊 并且刚才 啊 在这个 在他的直播里头 也是对啊 当然主要是针对文贵先生 然后呢 还有这个路德 啊 当然也顺便骂了这个 卡丽西啊 什么之类的 啊 你们肯定是 因为你们都是那个什么嘛 所以是 因为 露头直播嘛 所以说你们是攻击的 第一目标 啊 这是 就是我就想说 这一点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因为六四越来越近了啊 啊 里爆料革命 所以就以无争为首的这些 啊 这些特卧为类啊 真的已经啊 安耐不住了 所有的所有的人都要啊 跳出来 这一次他们也也不 加拿大这几天也是长得非常厉害 特别美国每天都 基本上啊 都是每天都差不多有两万多的增长 就是感染人数 啊 在这样医疗物资非常短缺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这个许多的这些啊 中国代购 顶风而上 发这些国难财 我们看到就是这两天推特曝光了啊 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女的 啊 他是佛州的啊 就是把这些限购的这些口罩呢 全都买走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外国人 就是你一旦限购的话 他就他就真的就是很很遵守这个 就是这些非常诚实啊 对非常自觉 但是这个女的呢 就是很洋洋得意 这东北女人 太无耻 而且有网友就是po出来 有推友po出来 他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 已经因为某些事情被警察局 就是有这个被抓捕的这个记录 哦 对啊 然后他还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知道羞耻 这这样子的把所有的这个口罩 全都给全都给买走了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即使是 就是这些医生 他都面临着这个医疗物资 匮乏的这个这个这个状态 啊 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医生啊 护士哈 就是在面对这些非常严重的 这些病人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啊 这个这个这个医疗装备非常的简陋 而而而而现在面 而更多的就是这些民众 普通的民众 根本就买不到这些口罩情况下 就是啊 这些利益熏心让钱蒙了眼睛的这些 黑心肠子的这些人 他还在这个发这个国难财 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电视台曝光的这个 一个啊 中国一个年轻的男子啊 啊 他看起来啊 好像也是清车熟路的了 看来像是一个啊 留学生啊 这样子的啊 然后就是这这两个人的曝光啊 其实又是就是因为本身现在这个 因为前段时间包括这个病毒啊 就是啊 他们说的这个就是中国病毒 其实就是就想把这些脏水就是 泼在中国人身上 然后呢 呃 其实已经引起很多外国人的就是说仇恨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就这些这些就是黑心的这些 这些代购们啊 这些法国难财的代购们 他们又 嗯 他们又把这些就是说这些 更多的这些愤怒都是往中国人身上 我真的觉得被他们感到非常的丢了 非常的气愤 然后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些推文啊 还有这些电视上看的一个个的装饰带 看看全世界为此付出了无辜生命的人 啊 再看看就是这些的比对这些兴高采烈的 然后抢夺别人生命资源的人 别人存活资本的人 我真的就是 就每次看到我就满腔的气愤 然后那个就是 而这些人如果平时你说你逃脱国家的这个税收啊 你做代购也就算了 但是你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如此的惨境 全世界这样的惨境 面对这个每一个人都急需 就是说你这每个口罩说句实话 就是关乎人的生死的时候 你还你这样子的做你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难过 就是而且这些人曝光出来的都是都是中国人 对吧 所以我真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同胞 我真的为你们的行为感到可耻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还正在做这件事的人 你赶快收手 不要再再发这种国难财 对 这已经不是国难财了 这已经是人类的这种发人类的灾难的财 所以这种人是 人格是非常无耻的这些小人 对 非常无耻 另外就是说 看到今天就是这几天这些伟类啊 什么之类的 他们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积极的灭共 而这些天天打着这些反共的这些 但是他们在阻止我们反共反共的人 像这样子的一人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群起而杀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冒出来一个 我们就应该杀一个 就是现在就是 谈长杀了 我们就是取关 让我们战友取关他们的自媒体 不是那个杀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现在的 在这个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是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最终目标 现在就是一致要灭共 对 谁阻挡我们就是 对 谁阻挡我们现在是灭共的 这个什么 我们就要群起而杀之 所以我这个不是杀人的杀 是灭之的 揭露他们 对 是揭露他们 对 我们要揭露他们的丑恶罪点 让我们所有战友们去认清这个真相 让大家自动的选择去取关这些人 去不看他们的油管 对 对 因为以前的时候他们还是针对着 就是说 这个文贵先生身边的人下手 现在他们直接就是借文贵先生身边的人 直取这个文贵就是而来了 就是说 现在是直接就想把文贵先生给 一下子就冲文贵先生 就是 就直接叫灭文贵先生 但是呢 正义永远 这个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 我们就看这些欺民贼 看这些丑陋的表演 让我们战友们一看 看着这一个个的丑陋表演 最终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也就是说 用这种法律的这个约束 让他们的行为得到一个 一个 惩罚 是的 是的 另外就是我还想就是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两天就是我们看到 虽然已经有疫苗出来 也有疫苗就是慢慢的会出来 也看到说中国那个疫苗 已经开始给人注射了 我们且不说它是真是假 我们就说 现在的情况 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 请大家一定要待在家里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出一个放款的迹象 昨天我以为这个加拿大这个数字 有点放款 因为还有一个省它没有网上报数字 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 因为加拿大跟美国离得很近 然后美国的这个增速还在增长 每天基本上都是2万多 然后我们的文虎大哥 早就对这个加拿大已经做了一个预言 因为加拿大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呢 可能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 特别是加拿大的战友 尽量的少出门 让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去保障尽可能的不染上武汗肺炎 对 非常感谢你 因为加拿大 这个魁北克那边是最厉害的 有感于他 因为美国的纽约是爆发非常严重的 而这个魁北克那个省 他离着这个 这个纽约也是非常近的 因为他们就是来往 可能就是一趟列车的事情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他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我希望第一个就是住在 就是加拿大魁北克安省那边的 那些的那边的这些战友们 希望你们就是一定要小心 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就是如果一定要非要出门购物的话 那你就全部武装 千万小心 因为这个魁北克魁省是法语区 所以有很多的法裔 他们可能因为旅游或者是去探亲 去法国回来 可能造成了大规模的这个爆发 也是有这种概率的 因为加拿大一直没有这个封航 对 我也希望所有的就是在美国的 因为美国现在疫情也是非常严重 所以在美国的战友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因为这个即使是现在有药能够控制 不至于死亡 但是这个我们也知道 他只是用药暂时是压制住了 并不是说完全的愈全 愈合 所以说 就是他这个东西还是在身体里存在的 但是 而且并且还是有传染性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恐怖的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好像 因这样的话 他出了以后他就 他自己可能是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对其他的人 其实还是有传染性 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要多少年 像这样子的一种危险性 才能够完全的就是被消灭 但是现在看来是近几年之内 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 就是 而且对那个 无论是对男孩 还是对女孩 可能未来的生育都是有影响 所以也要保护好孩子 好 非常感谢 好 谢谢逗逗 再见 逗逗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信息 当然 我们爆料革命的是为真不破 虽然这个欺民贼 已经把这个为真不破 说的比较low 比较暗 比较烂了 但是呢 我们依然要传播真相 让所有的真相呢 让我们战友们知道 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去杀之 因为我们要让他们最终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在民主的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 好 文物大哥 刚才不好意思 再次打断您 我想问您个问题 我最近几天呢 我发现啊 就是说有一些信息啊 就是说 包括我们这边的大使馆 会给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去发放一些口罩或者是防护用品 您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文物大哥 这个问题你提的非常好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有一句话 是文贵先生在一次直播中说的 后来我也经常提醒大家 就是相信共产党快速跑向火葬场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有一个新闻说就是中共出口到荷兰六十万个口罩 是假冒为例 你想想这是口罩 还有就是前两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出口到所谓的送送 就是到捷克的十万套试剂盒 它的这个准确率才连百分之三十都达不到 非常恐怖 所以说中共它在输出病毒的同时还在继续输出这些假冒为例产品 而且就像那个逗逗跟大家分享的一样 就是还在继续吃人选馒头 最近在微信上 又开始就是包括在国外就是推销那种中重药 包括中共的这种第七套治疗方案 也把这个中重药给加进去了 实际上这个中药它有它可取的部分 就是对那些慢性病 对那些跌打损伤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疗效吧 针灸方面推拿方面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地位 其他像这种急重病人千万千万不要用 而且我前几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 现在国内的中重药也是遍地造假 尤其是这个中重药它含这个重金属 含农药的充分非常非常高 还有的这些中重药它加了西药充分 那些什么抗感冒的胶囊里边都是加的这些铺热系统 之类的这种就是解热正通药 包括治疗疗病的家里是降血糖的这种西药 危害性非常非常大千万千万小心 尤其是那个中重药的注射液提醒大家千万别用 那个不是副作用那是直接杀人 有一个说句非常简单的形容吧 就是它把中重药煮了之后一过滤一吸湿那就是注射液 那怎么可能 那个太低谱了 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太恐怖了 所以说 哎呀 这个要讲的话 本来没病也给弄出病来 对呀 这个要讲的话弄讲三年三夜 所以说中共它把国内真是变成地狱了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法律 这三个领域一陷落 这个国家已经是地狱状态了吧 对 没错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时间不多了 我得跟大家具体讲两点 就是现在疫情还在蔓延 大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就是在储藏食物和那些消毒用品的同时呢 那些有基础性疾病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 还是其他一些基础疾病一定要处备足够的这些硬药 尽量少去医院 现在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 希望把你们听从这个文虎大哥的这个建议 对 再就是平常要小心 现在初春季节容易感冒 一定要该穿衣穿衣 该吃饭吃饭 不要熬夜 就是把身体要弄好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就是年轻朋友一定不要出错 突然怀上孕了又没法生产这种情形 到时候你怀孕了要到医院去检查 对吧 这一段时间 对 也是很悲剧的 不是悲剧 就非常容易中招 这个时间段 对 一方面 这个医院超复合的情况下 他就是不会给你提供 即使在国外 不会给你提供非常完善的服务 另一方面呢 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个 也属于高危人群 他们有可能被感染了 他不知道 他在给你做检查的同时呢 就可能把你也给传染了 所以说现在呢 如果想要小孩 一定要等半年之后吧 再看看情况会如何演变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就是戴着口罩 一定不要用国内的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他就做了个实验 就是他一共一般的口罩 分四层吧 有一层就是用那种 专业的就是叫 不是叫什么助容部 那个点火是烧不着的 他国内大部分口罩呢 那些假冒尾列是 加了一层纸 加了一层它一点它就着 大家如果有的话 可以从国内 可以检开一个测试一下 好 对了还有一点 就是今天才看到的 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她旁边一个女议员 她也中招了 最近大家都知道 国外是好多好多官员 包括英国的女王 英国首相 还有西班牙卫生部长 还有意大利卫生部长 包括美国是有几个议员 大家知道 中国是非常严重的疫区 大家有听说过 中国有几个官员有得病的呢 我们等待4月1号 我们等待4月1号 看谁在这个中南坑 鸟鸟鸟青年升起 对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那些七层的那些官员们 包括武汉湖北的那些官员们 碰到这种事情 都躲在后边的 躲得远远的 没错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民主国家 和独裁国家的区别 中共他们这种体制 表面上喊的是 为人民服务一切 都是为了百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可是做的都是非常下灌烂的事情 对 所以说灭疫必须要先灭共 大家一定要齐心起来 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 好 我一直没敢说 我一直没敢说 因为是怕泄了战友们的气 比如说现在 这个研发的这个疫苗 还有这个什么解药 对吧 还有最近被验证的这个硫酸枪氯葵 都是真解药 这个真疫苗 我上次说了 我认为不能说这些解药 还有疫苗没有用 我认为这个是杯水车薪 我们现在跟中共 等于说是全人类跟中共 站在擂台上面 现在在决斗 对吧 这中共 他释放生化危机病毒 等于说这一拳 给我们造成了一万点伤害 对吧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解药 还有疫苗 对吧 给自己回复了十点体力 还是一点一点回复的 对吧 我们现在如果说只防御 不进攻的话 这怎么可能会赢额战斗 是不可能的 这班农先生 我 赵文为什么这么爱班农先生 因为班农先生这个人太伟大 他的一条建议 他说的什么 他说只有中国人民全部都自由了 世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真是太感动这句话 大家想想各扫门前雪 指过去几十年已经验证这个是绝对不可行的一个事情 这各扫门前雪可说的不是中国人 而是全世界面对中国的暴行 也是一样的 跟中国人是一样的 对吧 中国人面对中共 各扫门前雪 别人受害了 我不关心不管 全世界人也是这样想的 对吧 过去中国的事那是别人的事 对吧 那死再多人也不关你的事 不关全世界的事 对吧 如果中共生化袭击这一搞 这全世界谁都好不了 你们过去觉得中共那是你们利用的马仔 对不对 过跪着呢 中共国是很多 有一些吧 这个黑暗势力要赚钱 还有发泄欲望的地方 现在等于说你们把这个中共养肥了 现在中共转脸就想杀掉你 让全世界给中共当奴隶 反过来了 对吧 我要去你那发现 是不是 这中共现在是想的 所以说这个全世界来说 只关心利益 不关心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才是最终酿成了全世界全人类的灾难 不能说这个全部都怪到一个这个中共身上 这里面 等于说盘根错节是挺深的 邪恶势力 中共哪怕 对 邪恶势力 其实挺挺深的 中共哪怕它灭了之后 这全世界 现在来看它必须还得管 还得帮助中国人民建立这个民主体制 重新树立意识形态才可以 就像帮助当年二战战败后的德国一样 这样才可以 如果世界还是不关心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不关心中国人的人权 还有自由问题的话 那么未来中国 中共倒了一定会出现新的共产党 只不过换一个名字而已 而且很可能是更加的邪恶 就像中共推翻了过去的封建王朝 建立了新的中共 比过去封建王朝还厉害 通过这次灾难 各扫门前雪 天塌砸大个 这俩词是我最恶心的两个词 我希望这两个词未来 这个列为新中国的禁词 我们中国人被这两个词等于洗脑祸害了几千年 全是被这俩词给祸害 最近呢 很多了 一堆五毛傻逼 在我推读 替INTI解释 替反华仔解释 说这个INTI返华这个事没有 说这是什么误会 这个我就想问 INTI委托你们出来 他们替你出来 委托你出来替他说话了吗 我想INTI 这返华计划是都告诉你了 你替他说话 还是说你指使他INTI返华了 你们凭什么出来代表INTI说话呀 你们比郭先生还了解INTI吗 那INTI当年怎么进的美国 他怎么入的籍 是不知道现在入籍没有还是绿卡 怎么入的 你们谁知道 他背后那些反华 对啊 政庇 这事谁知道 对吧 他背后那个要 那个反华的灭华的团伙 是什么组织 你们知道吗 他这两天 他不是这两天 他前几天 两天时间 发45条腿喊中国病毒 还操纵背后的这个反华势力 对 这事就 还说算了吧 就是什么这个得罗人数权 这么多反人类的事 这事就这么算了 可能啊 对吧 凡是说算的 一定是五毛 一定是一个反华革命的 所以我们也不去关注它 对 因为我们知道INTI这个事情 这个严重性 它已经涉及到 不只是华人 不只是中国人 而且所有的亚裔 所以而且在我们这个加拿大 也有发现这种就是排华 其实呢是一个韩国人被杀 所以我们基于这种正义 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正义和邪恶力量的这种 这种就是决斗 所以我们不管他是谁 只要站在INTI的一边 只要是他跟INTI一起呐喊 一起去狡辩 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包括壮烈红灾 对 以前说我们还认为他只要 他只要不反暴力革命 只要是不砸锅 那也无所谓 但是目前来说 看起来他真的是完全的本色出演 已经是暴露了 而不是他的偶然所为 哎 说之前那个郭先生不是说了吗 只要跟咱目标一致 反共的都是朋友 没错 这句话到现在都实用 但是你反共的同时 他可反华呀战友们 他反华灭的就是我们 灭的就是咱们 对 INTI这个杂种 他反华这个行径暴露了之后 这个我认为对这个灭爆小组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之前就等于所有的计划 都是还没等成型的 这就被消灭于无形 就败露了 是吧 每次都这样 对他们打击其实挺大 对 所以他们现在这几个祸 搞这个什么倒霉大联欢 是吧 他们发现了这个以往 以个体的力量偷偷摸摸的做事 现在已经证明彻底失败了 是吧 之前潘林郑不是还装的 哎呀这模狗样的 很有素质 不怕脏话 看现在一口不带他妈 他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对 是 草根你有没有记得有一个事件 有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在东京暴行以后 那些一大部分伪类呢 跑到拉斯维加斯开始集结 是这个真正的面对面的集结 结果最后怎么样呢 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之后那不是暴露了吗 对啊 全完了 是 所以也没做出什么事嘛 所以 凡是他以金钱为目的 以这个名利为目的 最终啊他一定会败露 而且一定会 他的计划所破产 不像我们的这个爆料革命 我们战友都是无条件的 站出来 不为名利 只为了达到自由民主法治 只为达到西马拉雅 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赢得最后的那些 真正的啊 为中国人 为我们所有的华人去争取利益的那些正义知识 当然我不能说我自己这样 但是我身边的所有的战友 还有那些沉默的战友 还有那些没有露脸 也没有去发声的 但是默默做事情的战友 这些都是我们强大的一个正义力量的集结 没错 没错 他们是等于什么 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你们知道吧 他们就是以个体力量不行了 他们就妄想形成一股这个倒霉势力 是吧 这个混淆视听 现在都一个个啊 都刺牙连嘴 全号称受害者啊 他们一个个的这个 站着郭先生便宜 翻脸就咬人 刺牙连嘴还装着什么受害者 太无耻 谁信呢 我们看以前那些 我们看以前那视频就看出来 当时 庄烈红跟着鸡腿盘 在这个喜马拉雅大使馆的那种 丑播的表演 大家现在战友们 回想起来都是很可笑的 他庄烈红您说对了 他这可不就是吃完喝完拿完 偷完郭先生之后 一磨嘴这就看什么了 也号称自己是受害者一样 还说什么发推说 等我继续验证 我这验证郭先生 郭文贵是流氓骗子恶棍 我就想说你现在验证出来啥了 还继续验证 先拿出来看看吧 对吧 我都想他这个流氓骗子恶棍 这词是怎么说出口 刚吃完偷完拿完 一磨嘴就看什么了 你说什么 因为你偷东西了 郭先生还依然放你一马 所以他就是骗子了是不是 因为郭先生为了保护你 保护这个庄列宏这个畜生 把举报庄列宏偷东西的同事 都爆炒了一通 所以郭先生就是流氓了 因为他偷东西 败露之后 这个事情战友们都看在眼里了 这个畜生偷完东西之后 败露了 郭先生还依然邀请他去了几次喜马拉雅大使馆 对 把你当兄弟 希望他改邪归正 所以因为这个 他就喊郭先生是恶棍吗 哎 无耻 这个畜生 他能站出来砸锅 这事儿其实咱们心里都明白 人格 人格已经破产了 所有战友们都发现他这个样子 就是人格破产 对 孝鱼先生 对 孝鱼先生 咱不说他长相了 就从当时他站队到这个潘林郑这一点 我就看出来 但是他现在能站出来破口大骂 能这么激烈 这让我非常惊讶 这个败也是完全 也是承蒙郭先生知语之恩 受了这个别人的恩惠 现在还搞这么哭大仇深的 破口大骂 我确实是非常惊讶 这比阴体那个反华杂种 甚至比鸡腿潘都还要无耻 跟他之前装的那个什么老师 无害的那个形象 可以说是大响净体 而且还偷 这个还偷这一点 这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还偷 大家想一想 就是今天就是咱就直接 这个公开了说 你能再跟郭先生啊 这个称兄道弟的是吧 天天在在一块工作是吧 那是你多大的一个荣誉 对不对 那郭先生可是灭共第一人 有可能未来都是世界 这不是有可能绝对世界的英雄级别的人 你跟他为伍 跟他一同工作 你到全世界哪个地方人家不高看你一眼 你这些畜生这杂种 连这一点都捏不清楚 还去偷那几千块钱的设备 我真是真是无法想象了 如果说这个机会给任何一个战友 任何一个战友得多么的珍惜啊 竟然还为了几千块钱去偷那几件设备 我真是这一点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的所有的邪恶我都能想得到 但是说他能就是把这几千块钱设备看到眼里 还要去偷这一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有战友给我留言 有战友给我留言啊 开玩笑 说这庄烈红 现在估计啊 这个有疫情的影响啊 这开不了Uber了 出来高调砸锅了 这个赚中共的钱出来混口饭吃 我怎么说呢 不可能战友们放心了绝对不可能 他们全部都是早有预谋的 大家想一想 他和阴体潘林郑那个天津大姐啊 那个娘们 他们的河流绝对不是巧合战友们 对 没错 有人说啊 这些臭傻逼啊 这不要理他们 不要管他们 管他们都多余 这个千万不要理他们 理他们让他们领红包去了对吧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 我们战友们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爆料革命聚集是为了什么 是为的是灭共 没错 但是为的是 更多的是为了 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 建立新的文明的中国 德国这个 那个纳粹的头子 戈贝尔啊 这个 我们先生经常提的 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什么 没有了祖国 你什么都不是 跟中共现在一模一样 中共学的就是他 哪里有自由 哪里就是祖国 我更认同的是什么 就是法国那个政治家 克莱蒙梭的一句名言 我非常认同 没有了正义 祖国就是一座监狱 没错 所以说相比于消灭中共而言 匡扶正义才是我们的最终的愿望 如果现在在灭共这条路上 我们不能坚持正义 放任这些畜生 肆意造谣抹黑的话 那么我们就算灭了共又有什么意义 好吧 谢谢我说到这里 好 感谢我们的曹哥小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 吴杜大哥 我这样 不是这样 我刚才我想再给曹哥小哥带 那个补充两点吧 好 您请 首先这个庄 这个庄算的庄 他有一个特点 他这两天不管他做直播也好 做在推特也好 他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说文贵先生指控他偷窃 可是他这个非常明显的指控他回避 大家想象一下他为什么回避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他不管是鸡腿潘还是天女女巫 还是这位庄算的庄 他另外这三个人的共同的特点 都是非常高调 非常失去理智的那种 就是直接破腹骂街的那种方式 就是非同寻常的那种 特别夸张吧 就是直接来挑战文贵先生和法事基金的信用 我觉得这点 我觉得这一点就和草哥小哥说的 他们绝对是统一行动 对 已经有所 而且有备而来都是冲着这个法制基金来的 对对对对 而且就这几天非常明显 都是排着队来 而且都是好像要采取 集体行动 也就是要有非常好的信用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他们就是这一点永远绕不去的坎 所以说这次对决 那些胜负已定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再看他们如何的表演 好 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 在节目最后呢 我依然要为我们所有的人类去祈福 祈求要是否加倍 让所有的冠状病毒的患者 以及他们家人尽快的回复健康 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武汉肺炎呢 尽快的消失 大家 另外呢我还要祈求地藏王菩萨 尽快的把这些邪恶的人 把这些残害 全人类的和平 以及全人类身体健康的这些人 早一天带走 南摩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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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战友们辛苦了 嘉宾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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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